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孙玉玲 新闻的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最新消息 以及全球新闻看点 美国国会暴乱中正式宣布拜登胜选 尽管钢铁川粉骚动于国会大厦之外 但国会依旧认证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已超过270票击败现任总统川普 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 拜登将于20号正式就职 成为白宫新主人 洛杉矶县每15分钟就有一人 因为新冠死亡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表示 冠状病毒平均每15分钟 就会杀死一名洛杉居民 在接受检测的人中 有五分之一呈现阳性反应 医院也在努力寻找空间 离品店自住餐厅和会议室 到处都摆满病床 不受控制的川普 CNN每孔经历惊爆13天 CNN指出钢铁川坟闯入国会大厦 不受控制而又愤怒的川普本人 可能会在接下来的两周 带来严重伤害 让美国经历惊爆13天 联邦政府官员应密切注意 川普的一举一动 加州疫苗接种顺序 将优先考虑50至74岁民众 加州改变新冠防疫措施 将向更广泛的老年人口提供疫苗 该州疫苗咨询委员会表示 50至64岁以及65至74岁 应优先接种疫苗 并且预计到了夏天 每个人都可以接种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 请不吝ade